她有時候講話很難聽 就是會重傷我 以前我都覺得好像是我最厲害的 雖然很不想說 好啦 我很愛你啦 李昌俊希望阿力姐能夠幫她 設計一個溫馨的茶席 好好的跟她的家人 來一段真心告白 讓他們知道自己願意改變 希望親子之間的關係能改善